結構的那個時候 那裡面的家具就小了嗎 你說的 就像十分之八 不是說大間的 起床 以前起床沒有洋灰 沒有水營 沒有水營 所以以前都用木器 像那間的家庭都用木器 木器也沒有木器 因為它都燒蒜 所以它這裡用大木器 真的大木才十二 這就是什麼 燒木就是燙水 燙水是一分 說家具兩條 這些彩虹我就不要再介紹 大家知道 燒化妝 這是前面那個 這是我剛才講的 這是宜蘭的 武型文化資產的 這個原文博老師 他已經鎖掉了 這個燒化妝 這個既然大家都知道 我也不要介紹 傳呼我不要跟 愛米粉家 你們今天來 你們多幾次來宜蘭 很多次啊 有沒有吃米粉羹 沒有 有 你如果再一次就不算 來宜蘭 這個米粉羹 是宜蘭最傳統的米粉羹 我從小出到大 我剛才會吃的時候 你米粉 你九份 不是 不是 不是啦 我是九份 四十年 我剛才講 我多四十年 我七十幾歲 三十年 三十多年代 來來往往 你們現在五十年 現在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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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沒有來宜蘭 沒有去吃米粉羹 沒有去吃米粉羹 沒有去 哪裡的比較好吃 羅東的比較好吃嗎 蒜肉羹是不是 蒜肉羹 蒜肉羹那個是北門蒜肉羹 那個不是 不列在我們這邊 因為它是最近才會發展 也很好吃 很好吃 不過 不過我吃起來是不好吃 我曉得 你們現在吃一碗五十塊 我應該去吃一碗三塊 那補你的名字 沒有啦 你們拜託吃到現在 這米粉羹 我們這裡的米粉羹到處都是 沒有 沒有去哪一家 沒有去哪一家 我認為最好吃 現在 以前是在宜蘭國中對面 現在是在文昌宮 文昌宮廟店那裡賣 那是十五人在賣 那間 那間 那間兩台三台 那間開始賣 他現在我就去吃 我們太會適合 我太習慣了 這個主義 這個主義我剛才說的 這是蔡其蘭的主義 剛才有說一個安基人 今天就成功了 是很力氣 要做這一次 兩位 那一間 有分寧 有分寧